你有了身孕 是真的吗 我 你来干什么 一句非他不取 等于告诉所有人 大哥的意气用事不识大体 一个怀有身孕 还可以彻底推脱 与宋家的联姻 不知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呢 你记不信我 可以自己问他 你不必怕他 尽管说便是 事已至此 无需多言 你向来这般蛮行 难道对心爱的人也是如此 她是我的女人 我如何待她 与你无关 以后给我离她远点 我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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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也不求什么荣华富贵 目的达到之后 我只要求一点 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最好是这样 那我再加两条 一 成金之后 咱们必须分房水 你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 第二 你以后不许再随便揍我 更别说什么加法处置 还有账币我和禁币我 可以 成交 签字画鸭吧 我也要再加一条 你不得再试图逃离离府 以后为了养活你的孩子 再给我一千两 八百两 五百两也行 成交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在驿馆长大的熊熙弱 你怎么知道 我是驿馆的 你的底细我查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以后最好给我老实点 听清楚了 从现在开始 你是江宁府支县的千金 自小受到父母的宠爱 熟读四书五经 性情贤良淑德 温婉如玉 琴棋说话样样精通 江宁府衰败之前被送到了云阳 直到与我相遇 于是决定托付终身 停停停 公子 你编得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公子 你也太不会撒谎了吧 讲故事 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要说我是千金 温婉贤淑 我这个气质 倒是还比较符合 可是寻常女子 怎么会对公子一见钟情呢 这说出来没人信 好 我现在让你编一个 你要是给我编得有半分不可信 要我说呀 这故事 应该是这样的 在一个月黑风高 狂风暴雨的夜晚 一个贤良淑德 自相亲切的女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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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于好 于好 你过来 我 我错了 错了 过来啊 哎哟 公子 我们的孩子刚才在踢我 好疼啊 哼哼 手放在腿上 腿冰楼 从今日起 你只需听从我的安排 接受训斗 至少在见父亲母亲时 不知露出马甲 必须让他们觉得 你是入得了离府门的女人 能受得了这种地方的人 一定不是什么寻常女子 公子 不如换一位替代我 不是约好了不能再揍我的吗 是有人先动了出逃的心 死乌龟的呀 你把筷子送到嘴里来 对 对 手送 手送 别吃了 你把嘴巴放松 把嘴巴放松 不是撅起来 放松 别撅 来 嘴叫笑声响 笑声响 来来来 别撅 你是猪吗 笑都不会 下来 笑不露齿 你说我属不露的 我倒要看看谁属不露的 我倒要看看谁属不露的 我 死了 那晚刺客之事 一定要严查到底 并且对府内严加看守 绝不允许再有此事发生 是 阿卯 在 若再无线索 家法伺候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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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什么翘 散了 老你个熊熙肉 敢在我脸上画乌龟了你 我道歉了 不行 我得画回去 那你给我 我自己画 还想跑 给我 你别 不准动 不行 我走过来 老实点 我错了 我错了